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下面就继续共同学习大乘起心论 上次我们讲到了 就是说真如的熏意有两种别 一个是体熏 二是用熏 体熏者我们讲完了 体熏者讲完了 体熏就是我们的因 我们信的是真如体是因 因心呢 还有这个 后来他又讲 我们心有真如体 这个体有无漏种子 这个无漏种子是全揽真如为体 所以呢 他这个内因愈发 这个欧语大师说内因愈发来熏悉我们 那么后边讲完体熏之后呢 他又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一切众生都有真如 为什么有信和不信 为什么有出发意 以至于涅槃的各种不同阶段的修行成果 阶段 他又回答了说 因为呢 无明跟烦恼这两个障碍啊 一个是烦恼障 一个是所知障 无明是所知障 后包不一样 这个缠附烦恼呢 也是这样 烦恼障也是一样 所以像横河沙一样 所以导致了众生 有的是信 有的是不信 有的是已经正德涅槃 有的是刚刚出发意 有很多不同的修学状态 境界状态 然后呢 他讲完这个 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 他又说呢 修学佛法呢 这个事情啊 学佛这件事情 成佛这件事情 是有因有缘 是有因有缘 要因缘具足呢 是乃成办 我们把这段 我们开始讲到这段了 讲到这段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一段呢 咱们再一起读一遍 又诸佛法 有因有缘 因缘具足是乃成办 如目中火性 是火正因 若无人知 或有虽知 而不失功 欲令出火焚烧木者 乌有是处 众生亦耳 虽有真如体勋阴力 若不欲佛 诸菩萨等善知识员 或虽欲言而不修圣行 不胜智慧 不断烦恼 能得涅槃 无有是处 又父虽有善知识员 躺内无 真如熏悉阴力 必亦不能 厌生死苦求涅槃乐 要因缘具足 乃能如是 云和具足 为自相续中 有熏悉力 诸佛菩萨 慈悲设乎 乃能厌生死苦 信有涅槃 种诸善根 修习成熟 以示 复职诸佛菩萨 世交利息 令修圣行 乃至成佛 入于涅槃 这就讲了 一个人要成佛 得有阴有缘 因缘具足 这件事情才能完成 上次我们讲到了什么 要因缘具足 乃能如是 云和具足 自相续中 有熏悉力 就说 论述说道 自相续中 有熏悉力 自相续 我们上次解释这概念 因为我们这个莫纳识 莫纳识 就是义 义 就是众生 一心 义 义 识 转 这个义 意大利的义字 那么这个义 有五种作用 第五个名字叫相续识 这个相续识 就把过去 未来 现在 苦 善恶等业 苦乐等报 这个 都给它串在一起了 好像 好像是相续而来的 好像是 因果相续 善恶等业 与苦乐等报相续 那么 自相续中 因为义的作用 所以我们保持一段 相续的稳定状态 这个相续 不会间断 那么在自相续中 就是讲到我们的众生的 众生一心一时转 那众生在依靠心一时 生起来以后 它会有一段相续 这是莫纳什的第五个作用 那么这个相续中呢 是有熏悉的 是能保持这个熏悉力的 那么能保持这个熏悉力 那么 为自相续中有熏悉力 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 有内因 那么自相续中有熏悉力呢 是说我们本来 我们本来就有无漏的种子 这个种子呢 是我们的真如体 它自己本身作为因 来熏发我们 这叫体熏 同时呢 我们累结的 听经文法 佛法的熏悉呢 也呢 存在我们的莫纳什中 第五诗嘛 受任持过去 善恶等业 令无失坏 成熟鲜味 苦乐等报 使无伟约 莫纳什第五个作用 能把我们过去的 善恶业都存起来 那么我们过去生当中 累结修行 都成为种子 被莫纳什 保持住了 所以说呢 它既有我们的体的 无漏种子的 这个原始 本柱的 本来就有的 因为我们的心是真如体 它本来就具备的 同时呢 还有累结的熏悉 长时间以来的熏悉 熏成的种子 被莫纳什保持着 放在我们的 这个阿雷耶什里边 那么这两个熏悉 一个是我们 本有的无漏种子的熏悉 和我们长时间的 亲近善知 是听经文法的这个熏悉呢 是我们说 叫自相虚中有熏悉力 讲的是这两桩事情 那么诸佛菩萨 再往下看 诸佛菩萨慈悲 慈悲 这是我们的外源之力了 这讲的是我们的外源之力了 自相虚中有熏悉力 是我们的因 那么诸佛菩萨慈悲 是我们讲的语言 是我们讲的语言 那么如果说 我们自相虚中 有这种熏悉力 同时呢 又碰到 又碰到诸佛菩萨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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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我们 慈悲 慈悲 我们 那么 我们才能够 厌生死苦求 涅槃乐 种诸善根 休息成熟 厌生死苦求 信有 厌生死苦 信有涅槃 这是 这是我们的 这是认识 这是第六识的作用 厌生死苦 第六识不叫分别事实吗 这个生死是两件事 那他厌生死苦 求涅槃乐 这个厌求是第六识的作用 第六识的作用 那么 信有涅槃 也是第六识的作用 信有涅槃 所谓信力 那么 这是从我们认识上 思想上 有了这种观点 有了这种认识 完了以后呢 落实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种诸善根 休息成熟 种诸善根 种就是从事 各种各样的善行 实善业 发菩提心 等等等等 这个四射六度 等等 这都是善根 为什么叫善根呢 它是善事 这个善事呢 干出来以后啊 从事这个善事以后 善业之后啊 它像根一样 能长出善果 所以我们管善事呢 就直接叫善根了 休息成熟 就从不定句 到了正定句 从不定句 到了正定句 就成熟了 诸佛种姓 圣因相应 不再是凡夫了 就是我们 起信论里面讲的 信成就发心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啊 以示 以示在这个时候 复职又碰到 诸佛菩萨 世交利息 以示复职 在这种情况下 修习善 种诸善根 修习成竹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又碰到 诸佛菩萨 世交利息 你看 这是不是还是内因呢 内因是 验生死苦 心有涅槃 种诸善根 修习成熟 这是内因 内因能敢 万因诸佛菩萨 应 以示复职 诸佛菩萨 世交利息 什么情况下 我们才能敢得 诸佛菩萨 来世交利息呢 修习成熟 你到了正定句的时候 你才能碰到 诸佛菩萨 世交利息 那么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 我们一会儿看 这个真如对我们的 这个用心呢 有差别源 有差别和平等 两种心 这差别心当中 什么时候 你碰到 什么时候 就差别心 就诸佛 这个真如对我们的 用心当中有差别 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性 实现成人 来帮助众生 那么这个差别源呢 他说必须从出发心以上 你才能碰到诸佛菩萨 来变成你的亲属 变成你的朋友 来帮助你 那么 以示复职诸佛菩萨 世交利息 那么 众诸善根 修习成熟 以示 以示 复职诸佛菩萨 世交利息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碰到 诸佛菩萨 来世交利息 那么 从这点来看 众诸善根 修习成熟 那么 这个两句话 讲的是 信解行 这三位完成了 那么 什么人能够 碰到诸佛菩萨 来帮助他呢 世交利息呢 那是法身菩萨 另修圣行 那法身菩萨 他所修行的 这个修行是圣行 唯一法力而修行 不靠信力了 任运修行 无功用道 灭无名 那么 那么法身大事 在诸佛菩萨 亲自的 世交利息的状态下 令修圣行 使法身大事 修 更殊胜的 这个修行 那个时候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只有无名 我们只为了 克服无名了 那么 这种行 叫修圣行 那么这个 法身菩萨 修圣行 克服无名 他的源是什么呢 他的源 他的源是 诸佛菩萨 直接来了 实交利息 那么 令修圣行 乃至成佛 一直给你 帮助你成佛 然后入于涅槃 进入涅槃状态 所谓涅槃状态 我们前面学了 起信 一切染因 染源 染果 心象都灭 明德涅槃 心象没有了 心象不就三种吗 一个染因 一个染源 一个是染果 这都是染心的心象 这个三个都没了 明德涅槃 明德涅槃 那么他呢 就是说 这个 修习成熟之后 我们就能赶来 诸佛菩萨 对我们呢 直接的帮助 那你像我们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那时候教我们的人 就不是六道凡夫了 就不是我们所说的 看到的我们这些凡夫 来教我们 是谁呀 是诸佛菩萨 世教利息 这里边就牵涉一个概念 什么叫世教利息 世教利息 那我们查了字典 这世教利息呢 出自于大制度论 出自于大制度论 我们查了字典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来了解一下 世教利息 讲的是哪一桩事情 来讲的是哪一桩事情 世教利息 是一个术语 制度论五十四 所谓 适者 就是大制度论 五十四 所谓 所说的 适者 为世人之 好丑 善不善 适者是讲的是什么呢 给别人 给人们 展示出 好 丑 善不善 应行 不应行 你该不该做 你该做 还是不该做 如 生死为丑 涅槃为好 然后呢 再往下 分别三秤 分别六波罗蜜 如是等明 是 他说 第一个就告诉你 是呢 就给你显示 或者展示 什么叫好啊 什么叫不好 什么叫该做 什么叫不该做 他比如说 他说 生死是愁 涅槃是好 就给你讲这些 差别 分别 是 还有该做不该做 这个 并且呢 还给你讲 什么叫三秤啊 什么叫六波罗蜜啊 实际上 这个是就是解释 就是解释 给你解释 那么是 给你解释完了以后呢 下面佛菩萨对你 佛菩萨 这上面说 以释复制诸佛菩萨 释交利息 那么这个时候碰到 诸佛菩萨来干了四件事 第一是释 释着就解释 解释这个各种名项 解释哪个该做 哪个不该做 解释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解释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给你平铺秩序的 阐述出来 教呢 释教 教者言 如舍恶行 如舍恶行善 释教也 那么 把这些东西 给你摆在面前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下边他就告诉你了 你应该干这个好的 应该不应该做 那个不好的 这就是教育 释教 教者言 就说呀 如 就是你 舍恶行善 你应该 舍去恶的 从事好的 释教也 这叫教育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是 是把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摆在你面前 第二告诉你 你应该做好的 避免恶的 舍恶修善 这是教 利者 什么叫利呢 就诸佛菩萨 帮助我们 第三个件事 叫利 利益的利 利者 你没有得到善法的法位 你没有得到善法的法位 那么你的心呢 则容易退转 善心容易淹没 为说法引导而言 为说法引导而言 辱于因时勿求果 辱今虽勤苦 然 报出时得大利益 导之以利 顾名为利 大家看看这个意思 利者就是讲 没有得到善法的利益 我们的心就容易退没 然后呢 这个 然后为说法引导而言 这是说 为了 为他说法 引导他出行 引导他修行 说呀 你在因地的时候 千万别想求果 你现在在因地修行 辱于一时勿求果 你在因地时候别求果 辱今虽勤苦 你今天虽然勤苦 虽然勤苦 然报出时得大利益 就跟你讲利益呗 就这意思 因为众生在没有得到正果之前 是非常勤苦的修行 三大阿僧气节 种种难行苦行 方式得佛 才能够成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容易退转 心容易退没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你讲法 引导你 说呀 你在因地的时候 别求果 如今呢 你今天虽然呢 很勤苦的修行 然得到报的时候 等你的报果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得到大利益 导致以利 我们引导他 用利益来引导他 你别放弃 你前面是有利益的 在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 顾名为利 顾名为利 事叫利 第一个 告诉你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第二个 告诉你应该做好 不应该做不好 第三个 那么你做这个好 该做不该做 你做了 做了以后 你肯定在因地的时候 得不到利益 而且很苦 这个时候他跟你讲利益 告诉你利益就在前面 你这么勤苦的修行 前面肯定会有很好的果报 就这个意思 果报 那么喜呢 世教利喜的喜字 是什么意思呢 喜者为随其所行赞叹之 就是你修行了 你很勤苦 我劝了你 告诉你前面有利益 你先开始认真的修行了 修行就会有成果 修行就需要鼓励 需要认可 那么怎么呢 随喜你 随喜 喜者为随其所行赞叹之 随着你的修行 我来赞叹你 来鼓励你 表扬你 使其欣喜 让他修行的人 心里生欢喜心 得到别人认可 若乐布施者 赞叹布施 如果喜欢布施的人呢 我就赞叹他的布施 你不修行吗 修行 修行在因地时很勤苦 你修六度 六度当中有一度是布施这一度 让你修行布施了呢 我就赞叹你布施 那么 若乐于布施者 则赞叹布施 那么喜欢布施的人 我就赞叹布施行为 那么 则喜 那么你就高兴了 对不对 那么 则喜 顾名为喜 诸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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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庄严此四事说法也 诸佛菩萨 这个 用这种四事 四件事 事教利息来说法 庄严此四事 正确的 正面的使用这四件事 来说法 庄严此四事 非常认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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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的 圆满的 利用这四个方法 来 讲经说法 来讲经说法 就这个意思 实教利息 那么 这是四个教育方法 四件事 实教利息 那么 说 众诸善根 修习成书 以示复职 诸佛菩萨 事教利息 那诸佛菩萨来 来 亲自来 教你 令修圣行 乃至成佛 入于涅槃 那么 在这个时候 让你 使得你 修 殊胜的修行 乃至成佛 一直 陪着你 事教利息 到什么时候呢 到你成佛了 入于涅槃了 他才结束 这就讲 佛法的因缘 要因缘具足 才能行 你看他说 云和具足呢 为自相许中 有熏悉力 这是因 诸佛菩萨慈悲 涉乎 这是缘 你才能够 就是说 又诸佛法 有因有缘 因缘具足 事乃成办 佛事才能办成 乃能 厌生此苦 这佛事就办成了 心有涅槃 众诸善根 修习成熟 对不对 这就是 事乃成办 这个事情办成了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还离不开 佛菩萨对你的帮助 已是 在这个时候 父职还要只碰到 诸佛菩萨 事教利息 令修圣行 乃至成佛 入于涅槃 所以这一路下来 你看看 都离不开 诸佛菩萨的 慈悲涉乎 慈悲涉乎 甚至诸佛菩萨 亲自来教你 亲自来鼓励你 亲自来给你讲道理 就是这样 用这种庄严的四世 四种 非常殊胜 庄严的 四种教法 来教育你 我们讲到这儿 入于涅槃 就把这个体勋 就把这个体勋 就讲完了 体勋 我们说 真如勋习 亦二种别 真如勋义 亦二种别 一体勋 二用勋 体勋二用勋 那么光有体勋 行不行 不行 那一定得有 得有这个 体勋是因 还必须得有缘 缘呢 就是诸佛菩萨 施教利息 诸佛菩萨慈悲舍乎 若不欲佛 诸菩萨等善知识缘 或虽于缘而不修圣性 缘是两个 缘一个是 诸佛菩萨等善知识缘 要碰到 第二一个呢 要虽于缘而不修圣性 是不可以的 还要修圣性 你看我们再往后 休息成熟之后 那么 以示诸佛菩萨 施教利息 那这是不是了因佛性啊 给你讲道理啊 教育你啊 对吧 同时呢 另修圣性 这是不是原因佛性啊 因缘嘛 这两个都是缘嘛 那么 乃至成佛 入于涅槃 你才能够成佛 才能进入涅槃状态 所以 真如呢 勋 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体勋 第二个是用勋 体勋和用勋 那么 下面讲用勋 真如用勋 真如用勋呢 就是众生的 你看他就说了 真如用勋 什么叫真如体勋 我们讲完了 那真如怎么来 怎么叫用勋呢 怎么叫用勋呢 他说 他说了 用勋者 我们看偶遇大师列网书 是怎么讲的 我们看偶遇大师列网书 怎么讲 他说用勋者 即是众生外缘之力 有无量意 略说二种 一差别缘 二平等缘 就是说 真如对我们众生的勋息 还有一个叫用勋 用勋的状态 真如启用来勋我们 那么这个用勋 讲的是众生的外缘之力 在我们以外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的体勋了 是真如的用勋 就是我们众生外面 还有真如 这个真如来帮助我们 勋息 有无量意 这个用勋对众生的加持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作用 有很多很多的情况 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种类的用勋 那么有无量意 有无量的这个情况 略说二种 我们简单的说 大类上分成两种 一差别缘 二平等缘 就是真如对我们的用勋 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差别 根据众生的不同情况 不同根性 我的真如的施以用勋的时候 是根据你的不同的根性 不同的情况 来对你进行用勋 这叫差别缘 缘就是条件 用勋呢 用差别的条件来帮助我们成就 再一个是平等缘 都是一致了 就是这个用勋分成这两类 差别的勋和平等的勋 这两种情况 那么首先 首先他欧义大师 就听到这了 就是略说二种 一差别缘 二平等缘 他就解释了 他就解释了 真如我们自己内心 有真如体 有体勋 这个体勋就是无漏种子 和我们累结清经文法 积累下来的文勋成种的 文勋成种的这个种子 跟我们本原来本具的无漏种子 这是我们的体勋 用勋呢 那么真如对我们的用勋 就是那些佛菩萨 果中圣用 证得了真如 然后来帮助众生 这种勋叫做用勋 这种勋当中呢 又分成差别的勋 和平等的勋 然后欧义大师说 真如无二 他解释 真如没有二 就是一 一无不二 真如无二 也无不二 没有不二的时候 真如没有二 也没有不二 因为真如离一切言说像 你说真如是二吗 无二 你说真如呢 就是无二呗 无不二 又没有说不可以二 真如没有二和不二 这么一说 真如没有二和不二 不能用二和不二来形容它 那么既然无二 以无二故 因为没有二的原因 对不对 真如没有二吗 那就是一吗 你可以 又无不一 又无一 又非一 就是这意思 你看我们真如 非一非一 不是一 也不是不一 那么真如无二 亦无不二 真如没有二 也没有不是 亦无不二 就是也可以是二 也是二 就是两个否定了 真如无二 亦无不二 也不是说不可以二 以无二故 因为它没有二 真如是一 没有二的这种情况 那不就是一吗 咱们来说 以无二故 一切生佛 唯一真如 因为真如没有二 那一切众生跟佛 它里边的真如 是不是就一个真如啊 对不对 那无二嘛 真如无二 真如无二 那是不是 我们众生的心 也是真如做的 佛的心 也是真如做的 那真如要是无二 那是不是就一个真如啊 所以唯一真如 以无不二故 因为呢 又不是不可以二 无不二 没有不二的时候 那永远就是二 对不对 就这意思 以无不二故 没有不是二的时候 就这意思 真如没有二的时候 也没有不是二的时候 那就永远是二 这二的状态它也有 那么以无不二故呢 因为这个 没有不二的时候 没有不二的情况 那总是有二啊 总是存在二啊 那么一一生 一一佛 每一个众生 和每一个佛 各界全体真如 对不对 那么要照你这么说 真如无二 那是不是 众生跟佛 是一个真如 真如 无不二 没有不二的时候 那么没有不二的时候 就在可以二 可以二 那么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人 各界全体真如 如果真如 如果真如 不允许二 那你 就是一个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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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允许你二 没有不二的时候 那我这个众生 这个真如 可以跟佛的那个真如 是分开的 可以二 可以二吗 那么我的这个真如呢 跟佛的真如 是二真如 对吧 无不二吗 可以二真如 那是二真如的话呢 那我的真如多呀 还是佛的真如多呀 还是我的真如少啊 佛的真如少啊 全体真如 真如不可分割 你要有真如 你就全部都拿走 要不然你就别要 所以说 各界全体真如 那么一一生 一一佛 各界全体真如 那你这个生佛 所拥有的真如 是真如的全部 就这么一个 不可思议的 真如无二 亦无不二 以无二故 一切生佛 唯一真如 就一个真如 这一个真如 把所有的生 和佛都做出来了 以无不二故 永远不相同 永远是二的 那么一一生 一一佛 各界全体真如 因为可以二 那你可以和他 不是一回事 你的真如 可以跟他的真如 分开 可以在二的状态下存在 你也有真如 我也有真如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我的真如 跟你的真如 说实话 全体真如 那全体真如 那生的真如 跟佛的真如 加一下 不叫二真如 还是一真如 不增 那么 这个 每一个众生 和每一个佛的真如 也不减 也没少 也不是真如的少分 加在一起 真如也没多起来 分开那么多生佛 都有 等有真如 真如全体 这些真如 加起来 还是一 也不增 那么以无二故 因为没有二的 这个原因 那么 既无能寻所寻 是不是 就一嘛 那谁寻谁 能所是二啊 因为没有二 所以就没有 能寻的佛 跟所寻的众生 因为它是一嘛 真如 无二 那么就是没有能所了 一个真如 谁寻谁啊 以无二故 既无能寻所寻 那么能寻的 能寻的是佛菩萨 所寻的是众生 对不对 能寻的这佛菩萨 就是我们说的 真如的用寻 因为没有二 所以呢 就没有能寻所寻 如果从这角 如果从真如无二 这个角度来看 那这个能寻所寻 就不成立了 那么 以无不二故 那么因为真如 没有不二的情况 永远存在二的情况 各是各的 以无不二故 得论 能寻所寻 因为真如还有一种状态 是可以二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 讨论了 能寻所寻 因为只有二才能存在 能所嘛 真如可以是二的状态 所以才能够存在 真如能寻和所寻的 这种情况 对不对 如果真如不能二 那就没有能锁了 真如可以二 无不二 永远存在二 那我们就可以讨论了 那么他说 我给大师接往下说 又设 唯五二 如果我们又假设 唯五二 只有五二 那就是纯粹的是一 根本就没有二的可能 这种情况存在 故 无能寻所寻 那当然了 就没有能寻所寻了 因为没有二的情况存在 能寻所寻 当然不行 设假设 唯五不二 如果 只是 只是 无不二 绝对的二 无不二 没有不二的 假设 真如 不可能有一 所有的真如 都是二 一无能寻所寻 这样能寻所寻 也就不存在 为什么呢 不是二可以有能有所吗 以生 因为啊 生与佛 一向二骨 因为生与佛 就真的成了分开了 成了二了 真成了二了 那谁寻谁 没联系了 无不二 无不二 唯五不二 只有 二的这种状态 那么 也没有能寻所寻 为什么呢 那不是二吗 能寻所寻吗 因为呢 生与佛 一向二骨 因为生与佛 绝对分开了 绝对不是一回事了 一向二骨 就绝 一直就是二 那谁跟谁敢呢 生不能敢 佛不能应 真的要是二 绝对的二了 那我们敢谁呀 俩人没联系了 你是我 我是我 你是你了 那么这也就 生也就不能敢 那只有一 他才能敢应啊 他才知道你的敢 那我才能应你啊 我才明白你的状态啊 对不对 那生不能敢 佛不能应 今由 今天啊 由于啊 因为二 今由不二 而二 不是二 一个真诺 而二又是可以两种 两种真诺 同时存在这种状态 乃德论 用勋也 我们才能够讨论 真诺的用勋 对不对 所以 生佛不二 这讲的是一 生佛是二 这才能讲勋 所以你绝对的一 不能 没能没所 你绝对的二 那我的敢 你也应不了 那么正是因为 今天我们考虑的这个真诺 是由不二而二 不是二 但是又是二 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才能够讨论 用勋也 就是我们不是讲真如 对我们有体训和用勋吗 现在我们可以 开始讨论真如对我们的用勋了 那正是因为这种不二而二 所以我们真如才存在用勋的这种情况 又有无二即无不二 又有无二即无不二 又由于这个原因 没有二真如 同时又没有不是二的真如 那么就说明真如是一 无二 又无不二 就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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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二的真如 那每一个人都有真如 对不对 所以有差别源 那就是明白了 因为无不二嘛 那么就真如不一定 完全在一 在一 每一个人都有真如 无不二 那真如可以存在二 甚至三的状态 无不二 完全可以分开 那分开了 那众生有众生的真如状态 那么佛有佛的真如状态 那是不是就有差别 如果说无二 那就没差别嘛 大家都是一嘛 都是一个真如 但是真如又无不二 真如又可以存在在二的状态下 那是不是这个一 这个真如和那个真如 就可以有差别 对吧 那么所以有差别源 所以佛在用心 真如在对众生进行用心的时候 因为无不二 各是各的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等有真如 但真如存在状态不一样 所以我这用心才有差别 那么 那么由无不二及十无二 由虽然每无不二 无不二就绝对的二的状态 即无二就是一 就是一个真如 由无不二及十无二 由没有不是二的真如 每个人都有真如 真如存在二的状态下 同时呢 还是无不二还是一个真如 所以有平等源 大家都有真如 都是平等的 对不对 你有多少真如 我也多少真如 从这个一 无二这个状态下 是不是就平等了 平等 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用心 就是平等的 同时 同时从无不二的角度来讲呢 又有差别 各是各的 从无二的角度来讲呢 又是平等的 所以有平等源 那么 那么他就说了 由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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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再说 由 有差别源 由于有差别的源 无不二吗 是有差别的 由 有差别源 这个原因 差别 故佛不能度无原者 那就无二吗 大家是有差别的 那有差别 有些人佛是能度的 有些人佛是不能度的 这才是差别吧 因为有这种差别情况存在 所以佛有些人能度 有些人不能度 有平等源 是吧 因为他无二嘛 大家都是一个真如 就是平等的 有平等源 故佛度众生 终不休息也 因为你们都有真如 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度你们 是永远不会休息的 你有真如就能成佛 我绝不会舍弃你 我对你绝对 对谁都一样 你们都有真如 我都要把你们寻成佛 从这点上来讲 又是平等的 但是呢 无不二 每一个人个人有个人的真如 个人有个人的境界 因为反倒杖 所知杖不一样 恒如恒河沙 虽然等有真如 但是反倒杖 所知杖不一样 那么这又有差别 反倒厚薄不一样 无明和反倒厚薄不一样 那么佛度我们又有差别 那么太 反倒太重了 所知杖太重了 就像即时的木头 那佛不能度无原者 那么你跟佛法目前来讲 虽然有真如体 但是就和没有差不多 就和没有是一样 所以佛就不能度你了 因为你有差别 如果没差别 我能度你 我也就能度他 正是你和他有差别 所以我只能度他 不能度你 这就是真如的无不二 造成这个现象 那么真如又无二 就是一个真如 所以才有平等缘 佛度众生 终不休息也 这是他从他的 等有真如 无二这一角度 佛度众生 永远不休息 那么偶遗大师 关于用勋的这个总论 即是众生外缘之力 我们在学习 用勋者即是众生外缘之力 有无量意 略说二种 一差别缘 二平等缘 这个差别缘 平等缘的产生 就是真如的这种状态 无二 无不二 有无二故 有平等缘 有无不二故 有差别缘 好 二就是两个嘛 两个就有差别 差别在哪里呢 烦恼障 所知障 不一样 好 所以就有差别缘 因为等有真如 所以呢 真如有无二 所以有平等缘 就这意思 这个是讲的 阐述了 为什么真如 会存在用心 众生的外缘之力 那么他下面 开始解释了 那么差别缘 差别缘 不是真如用心 有两种缘吗 一者是差别缘 第二是平等缘 那么差别缘者 我们先学习 差别缘者 为诸众生 从初发心 乃至成佛 蒙佛菩萨等 诸善知识 随所应化而为现身 或为父母 或为妻子 或为眷属 或为菩师 或为知有 或作冤家 或父视线 天王等行 或以四舍 或以六度 乃至一切菩提行缘 以大悲柔软心 广大福之藏 熏所应化一切众生 令其见闻 乃至意念如来等形 增长善根 此缘有二 一近缘 一近缘速得菩提固 二远缘 九远方得固 此二差别 复各二种 一增行缘 二如道缘 这就讲了差别缘 差别缘 那么 这个 从初发心 差别缘 者 为诸众生 从初发心 乃至成佛 初发心 乃至成佛 启极论里边 讲到初发心 跟发意 我觉得 我认为 是两种 不同的说法 描述两种 不同的众生的状态 启极论里边 用到发心 这个发心 它是 讲的是 从不定句 到正定句 信成就发心 解形发心 跟正发心 它就在这三个地方 用了发心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理解 是信为成就 然后信成就发心 信为成就了 发了心 发了心 那么诸佛种姓 圣音相应 我们说到了 到了正定句 不再退了 乃至成佛 那成佛呢 从初发心 就信成就发心 再到解形发心 再到正发心 正发心之后 再寻无明 最后一品无明 最后一品无明的菩萨 叫菩萨究竟位 就等觉菩萨 再走 往前走 最后一品无明没了 成佛了 所以我的理解 就是这个初发心 这个境界可不得了 是信成就发心 那么 那么 那么这种人 这种人 嗯 这种人 那么 就叫做跟佛有缘了 叫跟佛有缘了 那么 蒙佛菩萨 等诸善知识 蒙就是 蒙 就接受了 蒙 蒙受 蒙受佛菩萨 接受了佛菩萨 等 等就等很多了 等很多 声闻 圆觉 各种各样的善知识 六道凡夫 则有可能 蒙 蒙佛菩萨 等诸善知识 全都是他的善知识 随所因化而为现身 你看 为诸众生 从初发心乃至成佛 这是不是我们的因呢 能感吧 是我们讲的 我们的这个 无漏 种线体訓 无漏的 这个 无漏 在种子 或者起线形的 这个体訓 那么体訓 那么这个时候 初发心的时候 这个无漏 就从种子状态 到了线形状态 这是我们能感的 内因 对不对 蒙佛菩萨等诸善知识 随所因化而为现身 即是果上真如用寻 对不对 是能因吗 万元为能因也 对不对 这是万元 前面那个内因为能感也 内因就是从初发心乃至成佛 这是我们的内因 能感 蒙佛菩萨等诸善知识 随所因化而为现身 即是 即是果上真如用寻 外元为能因也 对不对 外元能因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变成 两种情况 佛菩萨等诸善知识 随所因化而为现身 为我们献身说法 来帮助我们了 显现在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 这种帮助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法 可以是一个活灵活现的 含食的众生 来帮助我们 也可以是我们修行的菩提心 来帮助我们 那么 我们先讲 我们是众生 含食者 有心 那么他呢 首先是 视现为呢 众生 那众生当中呢 这个 首先 他 佛菩萨等诸善知识 随所因化而为现身 首先现的身是众生身 众生身当中 或为父母 或为妻子 或为眷属 或为菩师 或为知友 或作冤家 或父世宪 天王等性 这就讲的是什么呢 这讲的是什么呢 变成了众生 变成一个存在的人 令其见也 令这些 出发心乃至成佛的人 能够用眼睛看到他们 对不对 对吧 你变成妻子 变成眷属 变成菩萨 是不是能看到 眼睛看到了 看到了 那么这个眼睛 我们说 我们说 真如对我们的用心 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 对不对 六时来寻我们 寻成种子 存在阿里耶石里面 对吧 那么这个眼石呢 得看呢 看什么呀 看这些父母啊 妻子啊 眷属啊 一个一个人 你看了他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令其见 让这些 要出发心乃至成佛的这些众生啊 修行众生看到 把眼睛这个机关利用起来 来寻 来寻 那么我们可以看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第八千词啊 来到这个世界成佛 对不对 那么他释迦到梭博世界 就三千年前 两千五百五十年前 大概是两千五百年前 左右 他释迦成佛 他是不是 成佛 释迦成佛完了以后呢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啊 这个 他在菩提树下 苦行 他原来一直 十九岁出嫁 到了三十岁中国 十二年的苦行 对不对 然后在那菩提树下 民心见性 大彻大悟 那这时候我们说 是出发心状态 出发心状态 那么 出发心状态 然后呢 用三周的时间 二十一天 讲华严经 对不对 讲华严经 那么这个 你看 释迦摩尼佛 他 成佛 来到梭博世界 成佛 来成正觉 他有父母 对吧 他有妻子 对吧 他有眷属 像他的 他的 他的妈妈的妹妹 这个 波舍波提夫人吧 叫什么来着 我记不清楚了 他是眷属 他的姨妈 还有阿南 阿南 阿南是他的表弟 或为妻子 妻和子 你看那个罗后罗 像他的夫人 朴实 你看他 朴实 当然是了 是吧 你看他 给他的马夫 拉着他出去 那么 或为知友 好朋友 知心朋友 那么 获作冤家 如提婆达多 就冤家障碍他 那么这些人 都是诸佛 菩萨等诸善知识 根据释迦摩尼佛 他 要成佛的 这个感应 来化身 来教育他 来帮助他 就是这么多的差别 你看有是父母 妻子 眷属 朴使 你看就不一样 这不就差别源吗 你需要 什么样的众生 从出发心 乃至成佛 你需要什么样的 随所应化 根据你应该 这个 根据如何 根据 教化你的需要 来献身 应化 应你教化的需要 我来为你献身 那就这意思 或为父母 或为妻子 或为眷属 或为朴使 或为知友 获作原价 我们再看 这个海贤老和尚 海贤老和尚 他的母亲 我们说 不是一般人 就欲知实至 来佛 三圣 来佛三圣 一圣 就是他妈妈 二圣是海鲜 二圣是海鲜 三圣是海 海青法师 那么他妈妈是圣人 他妈妈走的时候 对不对 咱们看到了 是不是 欲知实至 包了饺子 吃完了 说躺在院里头 说 睡会儿 睡会儿就走了 海鲜老和尚 自己讲 走了以后 条件有限 非常简陋的 把妈妈 用很薄的棺材 很简陋的棺材 把妈妈埋了 等他有条件了 等他有条件了 想给妈妈 重新入脸 重新入土 入葬 那么打开这棺材 一看 除了几根钉子之外 妈妈的骨头不见了 你看 那么 根据海鲜和尚 所应该有的教化 那么 诸佛菩萨 实现成为 他的妈妈 来教化他 你看 蒙佛菩萨等诸善知识 随所应化 根据他所 应该的 教化 应该的 用什么样的人来教化他 而为献身 就献什么样的身 或为父母 这不就是母亲吗 那他母亲对他教化不说了 吃素 就是跟母亲学的 然后呢 这个 而且他母亲呢 在走的时候 实现成这种 欲知实至 身无病苦 那这不都是 他的母亲对他的教化吗 海鲜和尚没什么文化 一个字不识 他母亲也没给他讲经 也没给他说法 吃素是一件事 这他能懂 走的时候 欲知实至 三转法轮 人家是做正转 妈妈用身体来教育他 做正转 身教言教 他妈妈用身教 那么海鲜和尚只能靠身教 言教不行了 他没文化 你说那都大道理 他不懂啊 那随所因化而为献身 那他就献成他妈妈这种身 也是没文化的 也是不一个字不识的 为他献身了 献身干嘛呢 随所因化 教化他 那么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下 正果之后 本来没人求法 大家记得吧 这时候天人看到 哟 这要是没人求法 他就实现灭度了 对吧 我记得好像 看释迦摩尼佛传 对不对 那这时候天人下来了 天人下来 劝了释迦摩尼佛 请他讲法 对吧 还有吴比丘 这个舍利佛呀 这几个 那么这是不是就知有啊 他过去的从三到有啊 首先 你看说 祸父视线天王等星 对不对 他不仅视线六道众生啊 他不仅视线到我们人道上的 父母啊 妻子啊 眷属啊 朴使啊 知有啊 那朴使呢 我们说释迦摩尼佛那个 给他的马夫 那不就朴使吗 对吧 那知有呢 不就是吴比丘吗 冤家不是提婆大多吗 那么 父 或父 或佑 视线天王等星 你看他在 夜赌明星 明星见星 正德不敌之后 没人请他讲法 他就要走了 这个时候 视线天王等星 劝他留下来讲法 你看 谁这意思吧 你看释迦摩尼佛身边的这些人 还天王 就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 这些佛菩萨 变成这些父母啊 妻子啊 或者眷属啊 或者这个菩师啊 或者知有啊 或者变成冤家啊 或者是变成天王等星 来度化他呢 因为他出发心了 出发心 成正正 就是祝佛种姓 变成正定句的时候 就会赶来这样书生的老师 来帮助他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点来看 那海鲜和尚 实际上 二十一岁出家 按照我们老和尚说 不到四十岁 实际上他已经是 礼意心不乱了 他老和尚说 他的古迹 二十一岁出家 三四年后 就是功夫成变 四十岁 他就礼意心不乱 那么换句话说 那个时候才应该有所谓父母啊 妻子啊 那时候才出发心嘛 那时候才应该有父母妻子 或为眷属 或为普世 或为知友 或所为冤家 那么这个时间的先后 是我们这个世界 从诸佛菩萨第一异地来讲 没有时间前后 你是二十一年以后 开始念佛 念三岁念三年 念到二十五年 念到二十五岁 你成就了 你功夫成变了 那么对于诸佛菩萨来讲 生海鲜的时候 是他的父母 那就是诸佛菩萨 知道他将来 会有出发心这一天 换句话说 出发心这件事 对这些诸佛菩萨 等诸善知识 他们早就知道 就知道海鲜和尚 这个人 会这一生当中有出发心 所以他变成他的父母 把他生下来 把他带到这个世间 或者作为冤家来成就他 或者作为天王等星 从我们的时间顺序来讲 应该先生 然后发心 然后再有父母吗 那就不对了 那这时候你再有父母 你已经出发心了 你都二十多岁 你还怎么能有父母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有时间上的 顺序前后 对于佛菩萨来讲 全在眼前 没有时间的概念 前后 这个偶一大师说 随所樱化而为现身 即使果上真如用训 那这些人都是果地上的 这些佛菩萨 等诸善知识 随所樱化而为现身 这个佛菩萨是众生当中最高级的了 等呢 声闻圆觉 六道凡夫 甚至地狱的鬼王 地藏王菩萨 那么等 都是佛菩萨 都是果上的 果上的用训 真如用训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从出发心之后 你身边看到的这些人 看到的这些人 那么都是 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你的妻子 会成为你的眷属 会成为你的菩萨 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这些都是佛菩萨变现来的 化身来的 来度你的 就这意思 另其见影 就是说 随所樱化而为现身 即是果上真如的用训 你看我们用训 外缘为能应也 你能敢我就能应 这是外缘 或为父母 乃至天王等形 令其见也 所谓 视线成父母 最后妻子等等等等等等 一直到天王等形 就是让这些 出发心的众生 乃至成佛的众生 他们能看 那么或以 再往下来 再往下来 我们人说完了 那就开始讲法了 或以四摄 或以六度 乃至一切菩提行缘 那么欧谊大师怎么说呢 或以四摄 乃至菩提行缘 令其见且闻也 让他看到这个佛经 同时听到讲法 用两个器官了 眼睛跟耳朵 对吧 意思就是说通过你的六根 来接触这些人 让他见 同时呢 把法摆在你面前 让你看 让你听 让你听 那么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 动用了第二个器官了 就是耳朵听法 令其见且闻 令其见且闻 那么这是不是都是用心呢 通过六个器官 来接受佛菩萨的帮助 教育 这是用心 我们用心 一定要通过六尘来 因为我们只有六个器官 联系外边世界 一定要通过色生相为处法 来训我们 这讲的就是法 这个法 是通过见和闻 进入到 训到我们 那么 令其见且闻也 或作冤家者 那他这不是说吗 或为眷属 或为菩萨 或为之友 或作冤家 那就解释啊 怎么还能成为冤家呢 冤家怎么会是善知识呢 冤家怎么是佛菩萨呢 他为了成就你 你就需要这种反面的教员 你就需要别人障碍你 叫逆增上缘 来障碍你才能成就你 摩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不经一番寒澈苦 争得梅花菩提香 那从人上来讲 就要跟你碰到恶缘 从事上来讲 就要让你碰到恶境 逆境 从事上来讲 从环境上来讲 要出现逆境 从人上来讲 要出现恶缘 这都是来成就你的 都是来成就你的 那如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实际上 对释迦摩尼佛的成就 相当相当大 他就在他的僧团当中 天天给他捣乱 天天给他出难题 你看 我们看释迦摩尼佛传 很多很多佛的教化 都是围绕提伯达多展开的 他干了坏事 他解释 学生们问释迦摩尼佛这种情况 释迦摩尼佛就给他解释 而且很多 我记得很多戒律 都是因为提伯达多 而设置出来的 都是因为他的存在 来完善了佛法 那么 或作冤家者 如提伯达多等 还不是一个 你看波寻魔王 是不是 波寻魔王 也是冤家 波寻魔王在释迦摩尼佛 临实现灭度之前 劝他走 对吧 你的正法讲得差不多了 你也该走了 然后释迦摩尼佛 我是正法 你是坏不了的 他说呢 我坏不了没关系 我呢 让我的摩子摩孙呢 穿上你的袈裟 在末法时期 变成你的弟子 来破坏你的佛法 这是我的释迦摩尼佛 不说话了 眼泪下来了 那你像这个事 这肯定是 肯定是 这个 是释迦摩尼佛的冤家 是吧 那么这个冤家 实际上 是不是 善知识呢 是善知识 那么通过这样一顿对话 就告诉我们 在末法时期 存在的问题 波寻魔王 把这段演出来了 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 这个意思说出来 实际上就是教育 就是佛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释迦摩尼佛 怎么看待末法时期 波寻魔王的摩子摩孙们 穿上袈裟出家来破坏佛法 你看释迦摩尼佛 没有说话 而且掉下眼泪 这真是无可奈何 就是我们李炳南老师公说的 这个佛菩萨来都救不了 到了这个时候 那是六十年代 上个世纪 就说这个话了 那今天可以说 又有半个世纪过去了 那这个情况 比那个时候 那要恶劣的更多 恶劣的更多 恶劣的更多 所以说 像这种 像这种冤家 像这种冤家 破坏佛法的 都是 从这来看 都是因为你出发心 你敢来 佛菩萨等诸善知识 来给你献身 来教化你 来教化你 那么 关键的是 我们要自己发心 能够感应 佛菩萨 来帮助我们 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 他说了 这个 那么这个人当中 有父母 妻子 眷属 菩萨 知有 冤家 和天王 等性 那么 他就 欧益大师呢 专门把这个 冤家 给挑出来 冤家挑出来 他就举了 释迦摩尼佛的 那个时代的 提伯达多 你看这不是冤家吗 也是来成就 释迦摩尼佛的 为什么要成就 释迦摩尼佛呢 因为释迦摩尼佛 出发心了 换句话说 我们当时可以考虑 释迦摩尼佛 肯定是 信成就发心 怎么释迦摩尼佛 不是八千次成佛吗 他怎么到这来实现 那么 这就是 释迦摩尼佛 他们这些佛菩萨们 证得佛果之后 应以什么身得度 则献什么身来救度 那么 有一些众生 说佛世界 就得像 释迦摩尼佛这样 信成就发心 解形发心 正发心 那么有些呢 就是出发心 集成佛菩萨 那么就不需要 通过这样一个刺激 大乘建教 所以他可以实现成大乘顿教 大乘建教 大乘原教 各种各样 完全是根据众生的根性 他实现 你看我们再往后 正发心以后 这些佛菩萨们 就有这个本事 完全根据众生的情况 而为现身 而为说法 那么我们看到菩提树下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他还有色身 他还会流血 还会受苦 卖之包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他就实现了 就是信成就发心 信成就发心 他说过去生当中 还有业力的存在 还有善恶等业的存在 所以他还会受苦 还会受什么 那这个 这个叫做 叫娑婆世界小化 来到这个地方 娑婆世界小化 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 他实现的是信成就发心 所以他会有色身 还会有这个 还会有受苦 还会有障碍 就这个意思 那么 我们再往下来 令其见闻 或以四摄 乃至菩提行缘 或为父母 乃至天王等行 令其见也 或以四摄 他说了 他开始讲法了 或以四摄 或以六度 乃至一切菩提行缘 那么就是讲法 那么这些东西的出现 也是差别的 也是差别源 也是真如的差别凶 差别的用训 用训当中分两个 一个是差别训 一个是平等训 那这是差别训 那么 令其见且闻眼 令这些 这个除发心 乃至成佛的这些 樱化的众生们 让他们去看 并且听 听经文法 就这意思 那么所谓四摄 他说提伯达多 那就是获作冤家者 如提伯达多等 于皆可知 剩下的这些众生 你都可以知道了 四摄呢 四摄呢 为布施 爱与 例行同事 四摄法 就是佛菩萨接引众生 跟众生打交道 是用通过四种方法 来完成的 第一个呢 叫做布施 这个布施呢 静空老法是说 不是为了克服 欠贪 而不是 是为了 多请客 多送礼 让众生生欢喜心 多给别人的一些好处 多 这个 多给予吧 那么 这样的话 让众生生欢喜喜 愿意跟我们接触 爱与呢 就是真实的 关心别人的语言 利益别人的语言 这叫爱与 那么第三个呢 立行 立于他的行为 成人之美 待人之老 就这个意思 你比如说 我这孩子要上学 我给你找个好老师啊 我这要出国 我给你 我给你 我给你这个提供住宿啊 都是立于你这个行为的 同事呢 就是共同从事一件事情 变成同事 真正同事 你是 打球 我就变成你的球友 你这个打牌 我就变成你的牌友 这叫同事 用这四种方法 来接近众生 无往而不利 无往而不利 所以呢 四射法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公共关系法 怎么跟大家相处 跟什么跟大家能够搞好关系 就用四种方法 四射 完了再往下来 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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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度跟波罗蜜 实际上是 一桩事情 但是呢 你修成了 叫度 到了河的彼岸 渡过去了 那么你在河的生死之岸这边 中间是烦恼流 中间是烦恼 那这边是生死边 这个河呀 是烦恼河 这边是生死边 这边是 涅槃边 那你从生死边度过去 到了涅槃边 你要用六种方法 这六种方法在我们 这个生死边当中 启信论里边用了凡文 叫波罗蜜 那么度过去之后 他说叫六度 这个六度 我的理解是 我们法性 我们真如法 法本性里边 所具备的六种特征 六种情况 六种特性 叫度 那我们这种六种情况 本来具备 现在呢 遮覆住了 没有得到 那我们通过 修六种波罗蜜 来达到 这个六度的充分 的发挥出来 给它显发出来 那就度到彼岸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阴地 叫波罗蜜 在果地上 叫六度 在果地上 叫六度 这个六度呢 六度 我们讲 为 说呀 施 不施 戒 持戒 忍 忍辱 敬 敬 敬 禅 禅定 然后呢 慧呢 就是波罗 波罗 这六度 那么你看我们说 启行论上说 或以四摄 或以六度 这是 讲的是法了 讲的是法 让它见 让它闻 然后菩提行 乃至 甚至 以至 以至 到一切菩提行员 所有的 菩提的修行方法 那 这个行员 行员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菩提的 所有的菩提行的 这个条件 都要提供出来 都包括进去 这个 这个圆就是条件 乃至一切 菩提 修行的 这个条件 都要提供 那么四摄 是这一圆之一 六度 是一圆之一 还有很多很多 的菩提行 这些条件 那么 菩提行 那么这个菩提行 欧益大师 讲了 四中三昧 三十七道品 等等等等 这就不再详细说了 大家可以回去 查字典 那这都是菩提行 都是菩提行 那无量行美 无量行们 行八万四千法的 无量行们 都是菩提行 那么你看 我们说 差别源 你看从人上 的差别 有父母 有妻子 有眷属 有菩提行 有知友 或作冤家 或父实现 天王等性 这是从人上的差别 从法上来讲 有四摄 有六度 乃至甚至 一切菩提行员 咱们说 无量无边的法门 简单的说 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 无量行们 大悲 柔软心 你看他说 讲完人以后 这种差别 又讲了法的差别 然后 以大悲 柔软心 广大 福至脏 熏 所应化 一切 众生 那么 就是说 用 以就是用 用大悲 柔软心 广大 福至脏 广大 福至脏 福呢 就是福报 知呢 就是智慧 佛是二族尊 福得 智慧 是二族尊 广大 福至脏 那福 那佛 没有福报 救不了人 没有智慧 也是救不了人 所以 佛菩萨 一定要修 这个两种圆满 智慧圆满 福报圆满 你看我们说 阿弥陀佛 身金色 向好光明 无懂论 白毫婉转 五须尼 干目成情 四大海 光中化佛 无数亿 化菩萨 众亦无变 这 这么大的向好 这就是福报 这就是福报 那么福智藏 它本身含有 藏就是含有 含有各种各样的福报 身有无量色 色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然后呢 这个智呢 那就是 它的智慧 它的智慧 那么 这是它 这个福 这个福 就是说 它的泄脱 泄脱德 它的这个智呢 就是它的 剥弱德 就是它的剥弱德 那么大悲 柔软心呢 就是它的法身德 法身德 佛有三身 法身 剥弱身 跟泄脱身 佛有三德 他这里边说 大悲柔软心者 大悲柔软心者 大悲 首先 什么是大悲 大悲 这种大悲 叫第一异地悲 我们世间人也有悲心 我们这个悲呢 叫俗地的悲 是起心动念 是有自己 是情职 不是第一异 那么大悲柔软心 这个大字体现在 它这个 这个悲心的产生 是称性的 是靠法力产生的 不是靠起心动念 不落在情之里面 这种悲叫大悲 那么这种大悲 大慈 都是 法身菩萨 正得佛果之后 他们出现这种悲心 不是靠起心动念 不是靠信力 不是靠意跟意识的作用 不是靠分别事实跟意的这种作用 是完全是任运而生的 完全靠着法律 法律在操纵着 任运而生 那么大悲 大悲 它这个大字就是说 平等啊 不分冤亲啊 这种悲 我们说 同体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正得同体 这种悲出来 才叫大悲 正得同体 就是众生与佛 是一体的 这种悲心的出现 这种状态下的悲 叫做大悲 那么正得同体 正得佛果 就是生活在第一异地 没有适地境界作用 没有适地境界作用 那么没有适地境界 就不是我们这世间的悲 可怜啊 同情啊 不是这个 没有适地境界作用 但随众生见闻等故 完全是根据众生的需要 我来引化 我们适地是有我 有法 有人我 有法我 这概念 那么第一异地 是无我如来藏 是无我法身 没有我 没有法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的悲心 那叫大悲 往往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大悲 那么 大悲柔软心 同体大悲 就是说 你看这讲的体嘛 体 那么 同体大悲 世诸众生 犹如自己 无 粗犷也 没有粗暴 也没有粗鲁 没有这个蛮横 也没有不讲理 没有粗犷 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这个 善 善 这个善良 有这种方法 那么 你看我说 以大悲柔软心 是不是讲的佛菩萨的体 心体 你看吗 同体大悲 你这个悲怎么出现了呢 你正得同体了 你这种悲心叫大悲 那么 广大福之造 这个福 这个福是不是就是用啊 启用啊 启用 像是智慧 是像 福是用 大悲柔软心 是体 体相用 完全具足了 一大悲柔软心 广大福之造 那么 是这样 靠着这种体相用 这三大 那么 你说 这个 体 是心体 柔软的 巨大悲的 巨大悲的 这样 那么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太可怜了 众生太可怜了 所以 它视线成悲心 众生很懦弱 众生很脆弱 众生很没有自信 那 所以 它柔软 它柔软 这些东西 都是 体的 描述 对体的描述 广大福之造 就是 相用 大悲柔软心 是体 那么 体相用 说起来是三 实际上 是吧 是一桩实情 虽然是一桩实情 因为就是一心嘛 但是呢 并不妨碍 分体 分相 分用 分这三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 这个意思 同体大悲 视诸众生 优如自己 把众生看成自己 无粗犷也 广大福之藏者 偶尼大师解释 圆极 修德 圆满 达到极致的修德 你看没有 所以你看 体相 体是不变的 体是不能修的 体是本具的 不从修德 不从外来 但是呢 这个体相 相用 随缘 随什么缘 随你修的缘 是修德的 这个体是性德的 你本性就这样 不生不灭 不用 不是从外边谁给的 也不是你修来的 本来就这样 法尔如是 而这个广大福之藏呢 是相和用 相用随缘 随你的修 修到极致 那么 这个福之藏 二祖尊了 西缘满意 福德智慧 西缘满意 这就是通过修能得到的 那么通过这个修 这个相用 最后符合了这个体 符合了这个体 完全不违背这个体了 就和我们那个水 这个容相润用 容相润用 符合了诗性 秤了诗性 那么就把诗性发挥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冰也有诗 但是他没有容相 没有润用 他这个状态 他的相和他的用 违背了诗的本意 使诗的作用 发挥不出来 违背了 而水的相用 是符合了诗性 所以呢 相大 用大 相上就讲的是智慧 用呢 就是启用 能出一切 世间 出世间 善因果 那么 那么这个相用 是靠什么东西来得到呢 来让他符合我这个水的诗性呢 是靠修德 是靠修行得到的 所以体不变 而相用随缘 随你逆修的缘 那么你的真如体 就给你带到了什么呢 地狱啊 这个畜生啊 恶鬼啊 六道 生死 那么随你呢 这个 称性的修行 就是我们说的菩提行 这么样一种修行 慢慢慢慢 把你的真如体呢 的相用 修出来了 符合真如体的 称性的相用 修出来了 这个时候 就是叫 广大 福至脏 那么称性的 体相 是什么样呢 相用是什么样呢 称性的相 就是智慧 称性的用 就是福报 就是福报 这都是修来的 你看他说 广大福至脏 原吉修德 我们这件事说明什么意思 广大 就圆满了 圆满了 吉 广大就是原吉 圆满 圆满到了 极致 广大 福至脏 是修 通过修行 所得到的 叫修德 这人有福气 这人有智慧 这都是修来的 这都是修来的 那么在繁福地 我们有没有福至呢 有 但是呢 确确实实 是变成种子状态 就此福至 这个种子状态 我们说 叫无漏种 无漏种起了现形了 福和治就出来了 那么福出来了 那治出来了 烦恼就没了 福出来了 夜系苦相就没了 那夜系苦相就没了 因夜受苦嘛 就不苦了嘛 那么 在这个福至脏 在繁福地 在众生的阶段 那福至脏 掩埋住了 掩埋住以后 这个治呢 存在吗 存在 变成了烦恼 福 福存在吗 福存在 变成了 果报 受苦的果报 是这个意思 那么元吉修德 等真法性 等真法性 欧比大师说 等真法性 那么他跟真如法性 完全相符合 就是我们说的 报身 法身 合合为一 合合为一 那么等真法性 跟真如相等了 跟真如法性 相等 就成性了嘛 就这意思 他完全成性了 就和那个容相 和润用 水的容相和润用 跟诗性 完全 完全相等 横坐利益 无穷尽也 永远 永远 做利益众生的事 利益众生 无穷尽也 这个 我们注意到 广大福之造 原基修德 等真法性 横坐利益 无穷尽也 你看我们说 这个莫纳史 在烦恼的状态下 叫莫纳史 叫义 当他这个 转了以后 变成平等性质之后 他在烦恼的时候 是不是 他的第五个名字叫 相续史 对不对 横坐义 是不是横就是相续啊 永远延续啊 那横坐义相应不断 他跟谁相应呢 他跟分别 染静诸差别法相应 他跟分别相应 他永远在那 坐着义 警觉着参与分别 所以他横 那么 他为了配合这个分别 他与分别相应 横坐义相应不断 你不是分别吗 我就一直警觉你这种分别 我对你这种分别 一直在跟踪 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注意 那么横 那假定说 这个莫纳史 或者是这个义啊 转成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之后 他还横吗 横坐义吗 还横坐义 那么这个时候 他跟分别没关系 因为他变成平等性质 他横坐义 他不关 因为他没有分别了 他这个时候再坐义 其实不能叫坐义了 就是说 也可以叫坐义 坐义的功能还有 但是这个时候坐义 他不坐义在这个分别上 远镜诸差别法 他横坐义在利益上 怎么利益众生 因为什么呢 平等了 没有染镜的差别 没有自差的差别 那他横坐义呢 就把众生和我 看成是平等的 这个时候 他在横坐义 就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 无穷尽也 你看 无穷尽不就是相续吗 任持过去善恶等业 令无实坏 成熟献味苦乐 等报十五百岳 什么时候说解锁啊 没有 对不对 那么 任持过去善恶等业 令无实坏 成熟献味苦乐 等报十五百岳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边说的 广大福之藏的福 我们在阴地的时候 没有把莫纳时 转成平等性质的时候 是善恶等业 保存着成熟献味苦乐等报 如果我们莫纳时 转成平等性质了 他有没有这个功能 有 他有什么功能呢 恒 无穷尽也 他把过去善恶等业 这种子 认持了 成熟献味苦乐等报 这是我们在阴地 没有修行的 没有正果之前 是这样的 在正了果之后 他怎么维持 这个佛菩萨的这种相续呢 还是莫纳时的作用 他能认持 他能成熟 所以佛菩萨 佛菩萨 他这个莫纳时 转成平等性质之后 他依然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他是善恶等业 是自己造业在阴地的时候 那么到了平等性质的时候 他认持的是什么呢 众生的感 众生的感 因为他平等了嘛 众生的感 他一下就能接受到 恒作意 感完了以后呢 他就存了 把众生的这些感 他都存起来 然后成熟献味苦乐等报 成熟我现在的 这个佛菩萨 我来应你吗 我认持是感吗 恒作意是感吗 然后保持住吗 然后成熟吗 成熟 你应你什么身得度 我就献什么身来帮助你 这不就是应吗 所以莫纳时 变成平等性质的时候 他仍然有恒作意 仍然有认持 仍然有成熟 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说 恒作利益 你怎么能保证他恒啊 那过去未来 现在他一直跟你联系着呢 他一直恒作意 观察众生啊 他一直观察完众生的时候 把所有众生的感 他存起来啊 认持保持住啊 然后呢 再把它变成 他所能够度化众生的 这个因啊 成熟出来啊 来去度化众生 你看他说什么呢 唯为众生而作利益 你看平等性质 在烦恼的状态下 他是 横作意 分染尽如诈别法 然后把你造的善恶业存起来 并且让你受苦受恶 他要变成平等性质的时候 他还是横作意 横作意观察众生了 平等了 然后把众生的这些感 存起来 然后成熟 那个就是什么呢 随所应化而为献身 你看 我们不是说相续吗 献了父母身 父母身是不是相续啊 他里边也有相续诗 保持这个父母身 给你一段时间 相对稳定 你才能见呢 要不然你见什么 刹那就灭了 没看见就没了 所以说是这样 所以 广大福至葬 元吉修德 通过修德而得到的 等真法性 你说体相用 说起来有三十 实际上是不是一啊 是 所以报身就是法身 硬化身就是 法报应 硬化身就是报身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你说水 哪有不湿的呀 那体 你看不就在水里边吗 那哪有水 能不起作用的呢 那是有用啊 所以你看体相用 是不是合在一起啊 说起来有湿体 有容相 有润用 实际上不就是一个水吗 实际上不就是一桩事情吗 对不对 所以 肯定 你在这世界上 找不到有体 而没有相用的 有用而没有相体的 体相的 有相而没有体用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 我们说 这个大悲柔软心 广大福智藏 就把这个佛菩萨的体相用 给它阐述出来了 那么 佛菩萨的这个体相用 从体上来讲 大悲柔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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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讲的就是我们说的真如体 广大福智藏 所以就讲的我们说的 向大用大 向大用大 对不对 就向大用大 这是 我横作利益 无穷经也 熏 所应化 干嘛呢 以大悲柔软心 广大福之道 干什么呢 熏 所应化一切众生 熏习那些 应该 转化的 应该教化的 一切众生 应该变化的 一切众生 那么 熏所应化 令其建文 令其建文 熏所应化一切众生 完了以后呢 怎么熏化它呢 令其建文 让这些众生 建文 看到佛菩萨 听到佛菩萨 见到佛菩萨的身形 听到佛菩萨的声音 即是感应道教也 是不是 我们念佛的时候 听到 看见佛 临终的时候 看见佛 听到佛的时候 你看我们讲 那个地藏王菩萨 本愿经的时候 《破罗门女》 然后念绝花定字 在王若然 见佛像号庄严 说要想佛在世的时候 肯定知道 我母亲到哪去 对不对 然后呢 悲弃哀恋 悲于常情众生之分 这个时候 绝花定字在王若然 空中有声约 圣者勿卑 勿气悲哀 母是如所观离者 绝花定字在 过去绝花定字在王若然 他见到这个人了 没有 听到声了 听到声了 那光木女呢 光木女好像是见到人了 你看 令其建文 令其建文 这是不是感应道教啊 是 那么 令其建文 这感应道教 那么乃至意念如来等星 增长善根 你见到佛菩萨 听到佛菩萨的开示声音 干嘛用啊 增长善根 熏悉嘛 我们说刚才前面讲的四种净法 四种法熏悉 那这不就是熏悉吗 乃至意念如来等星 你看偶一大师怎么说的 乃至 以至于意念如来等星 增长善根 那么 那么 偶一大师说 不为建文 硬化 是法 不仅仅是 你见到佛菩萨 听到佛菩萨 硬化 是法 那么佛菩萨 应你该受的教化 来到这儿 让你见到 让你听到 这个 这个是法 这是 他的视线 他的 他的从事的这个方法 同时呢 能为增上圆 能为成为你增上圣源 成就的增上圣源 即 即使 如来及菩萨 等所有形象 令人意念瞻理 并属真如用心 你看 就是说 以诸佛菩萨 感应道教 让你见到 让你听到 这是他音化的事 用这种两种事 来 来 度化 那些应该度化的人 咱们退一步来讲 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 如来及佛菩萨 所有的形象 比如说寺院的雕像 我们家里挂的佛像 这些形象 都是 乃至意念如来 等形 增长善根者 不为见闻 硬化事法 能为增上圣源 即如来 即菩萨 等所有形象 令人意念瞻理 你看 乃至意念如来等形 并属真如用心 都属于真如用心 那么 这是 这是说 讲到这 那么你看 以广大 大悲柔软心 广大福之道 薰索 因化一切众生 用什么来薰化一切众生 见闻 见闻 见是眼 闻是耳 乃至 把这 这个乃至 眼耳 鼻舌身 鼻舌身 就要乃至 这个简略了 是不是 这就五根了吧 见闻 乃至 眼耳鼻舌身 意 是不是就意念 所以这下讲的是 六根 来 干嘛呢 熏索 音化一切众生 那 就是说 佛菩萨 以大悲柔软心 广大福之道 通过六根 言 见 耳闻 甚至 让我们的思想来 意念 这个佛 来 熏我们 让我们增长善根 这就是这意思 那么 偶一大师说 那我们 见 我们 你看 我们 我们看 佛菩萨的形象 也是见 那么这是我们 没有境界的 我们看到佛像 那有境界的 婆罗门女 真就是听到了 佛的声音了 婆罗门女 刚开始到了寺院 然后这个 看到了 绝花定自在 王如来 相好庄严 被生静养 对吧 那么就是见 这也是见 见着见着呢 然后呢 听到了声音了 这声音可是真的声音 跟他这个向上的剑 不完全一样了 剑不一样了 那么 令其剑文 乃至意念如来等形 这就讲的是六根 这是讲的六根 来接触 这个 佛菩萨 佛菩萨是用这种 六种器官 来熏我们 应化一切众生 干嘛呢 增长善根 那么这个六识 色声相畏触法 这个六尘 通过这样的熏息 这个六识呢 通过莫纳 就存在了我们的 阿里耶识里边 你看 认识过去 善恶等业 那这个六个肯定都是善 都是善业 成熟 现味 苦乐等报 十五个月 那么这些 这个六根 所接受的这些种子 都被莫纳时 第五个作用相续时 存起来 保持住 不让它变坏 并且成熟 变成现在和未来的 苦乐等报 那当然 这佛 这六根 熏的这些种子 肯定是乐报了 肯定不是苦报了 所以 你最后能成佛 就是因为这六根 有很多金刚不坏种 被莫纳时 保存在你的阿里耶识里边 最后这些种子成了 你就成了佛了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那么令其见闻 乃至意念如来等星 这乃至 就是 言耳 见闻是言耳 乃至鼻舌身 鼻舌身意 意念如来等星 是第六根 那么增长善根 那么 欧一大师这接着说 那么 就是 不为 见闻 硬化 是法 能为增上 圣缘 既如来 即菩萨 等所有形象 令人意念 瞻理 并属 真如用讯 都是真如用讯 那么意念如来等星 你看我们在净土法门当中说 意佛 念佛 这不就是意念吗 就是意佛 念佛 就是通过思想 从我们的第六识 来意佛 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么 是这个意思 那么 我们通过 见到了佛的形象 听闻了佛的声音 乃至于 我们用我们的第六识 来意佛 念佛 这些东西 都来熏悉我们 熏所应化 一切众生 熏悉我们 然后呢 增长善根 增长善根 那么 以至于最后 我们就成就了 最后成就了 那么 此缘有二 那么这个缘呢 这个差别缘 又分成两种 一 近缘 速得菩提故 二 远缘 久远 方得故 此二差别 复格二种 一 增行缘 二 物道缘 我们再看 那么 偶一大师说 令人意念瞻理 并属真如用心 我们再说 身所应化 令其见闻者 即是感应道交也 乃至意念如来等形 增长善根者 不为见闻 硬化事法 能为增上圣缘 即如来 即菩萨等所有形象 令人意念瞻理 并属真如用心 忍良以 三身婉然 大家注意 确确实实是 是因为 三身婉然 法身 剥弱身 和解脱身 那么 三身婉然 非常非常地 清楚地展现在 我们面前 那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这些 所谓画像 那就是 我们说 佛菩萨的 这个 硬身 硬身 那么 那你看到的这些 佛菩萨的形象也罢 实际上 三身 要来 一起来 要不来 都不来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小看 我们现前的这些事物 没有体 没有像 没有用 绝不会产生 所以三身婉然 三身不就体相用吗 体相用 四德无灭故也 三身婉然 四德无灭故也 所以任何一个 我们 这个 这个 用勋 真如永勋 都是三身婉然 四德无灭故也 速得菩提者 他不是说吗 此缘有二 一近缘 速得菩提 故 就是你很快 就是你 马上就要成佛了 和 这个远远 九远方得 故 九远才能成佛 无论近远 都离不开 真如对你的差别用训 这不是有差别吗 什么叫差别 该快得 该证佛果的 我来训你 还差很长时间 才能成佛的 我也来训你 这不就差别吗 从时间上来讲 有差别 它都包括了 近的远的 这个差别远都有 你要说这差别远 我只能度近的不能度远的 那还叫什么差别 从时间上来讲 范围拉得很大 速得菩提者 我要训你 九远方得度者 我也要训你 所以你看他说 他说 那么 速得菩提 名近远 九远方得 名远远 可见 从出发心 乃至成佛 定赖 善知识 远也 从这儿可以看到 从你出发心 那么就是远远 从这个 乃至成佛 就是近远 都需要佛 菩萨的善知识 来帮助你 来帮助你 并赖善知识 远也 那么 从出发心 即赖此缘 增行入道 你看他说 又有两种 这个说 从时间上来讲 有近缘远远 那么 此二差别 这两个差别当中 近缘和远远 这两个差别当中 又有两种情况 近缘当中 有两种情况 远远当中 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 叫增行缘 第二个叫入道缘 比如说近缘 我马上就要成佛了 那我呢 佛菩萨对我的帮助 这个用心 还分成两种 一种叫增行缘 一种叫入道缘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 什么叫增行 什么叫入道 他说了 从出发心 你看远远 九远方得故 从出发心 即赖此缘 增行入道 那么这个用心呢 在对出发心的这些人 远远 他的用心当中 又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是增行的寻 一种是入道的寻 那么乃至成佛 依赖此缘 增行入道 哪怕你叫成佛了 你也要靠增行的寻 跟入道的寻 这个用心 要体现在增行寻和入道寻上 可见 若欲增行入道 并赖善知识原意 看到了没有 就说 你从出发心乃至成佛 要来善知识 从出发心呢 善知识对你的帮助分成两种 一种是帮你增行 一种是帮你入道 你快成佛了 善知识对你的帮助 还是分在两个方面 增行和入道 那么下面我们就解释 什么叫增行 什么叫入道 那么我们说三因佛性 正因佛性是我们自己本具的无漏种子 真如新起当中本具的 那么原因佛性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就是真干 按照你明白的东西去修行 那么这个增行元呢 就是原因 叫福德原因 福德原因名增行元 智慧了因名入道元 入道就进入到道理呗 懂得道理了呗 那不就是了解了吗 智慧了因就是我们说的入道元 福德原因名增行元 就真干 真干 真干呢 就是真的修行 这叫增行元 就是增加你的修行 帮助你修行 鼓励你修行 是不是福德原因呢 那大家注意 为什么叫福德原因呢 因为你真干一定会得果报 一定会有福产生 所以叫福德原因 你不干你哪有福气啊 从事上来讲 必须得有因果呀 你修行是因 得福是果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了原因佛性 就是增行元 增加你的修行 增加你的原因佛性 那么入道元呢 就是智慧了因 所以你看我们三因佛性 那智慧了因是因地上叫智慧了因 到了果地上呢 是不是就是薄弱 增行元 在因地上叫增行 叫福德原因 到了果报上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 谢托德 大福报 那正因佛性 就是我们无露种 起现形 是不是就得了法身 法身德 所以说这三德 是果地上的三 就是三身婉然 法身 剥弱身 跟谢托身 在因地上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正因佛性 因地嘛 还没有称佛 是凡夫地嘛 原因佛性 就是我们说的福德原因 还有就是了因佛性 就是我们说的智慧了因 所以你看没有 他都惯以福德原因 智慧了因 正因佛性 法身正因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三因佛性 在因地的时候 叫做三因 正因 原因 了因 成了果地上的时候 叫法身德 剥弱德 和协托的 那么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此地 我们下次再接着 跟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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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